这些蜜蜂啊,全部跑出来外面找王了 现在是天快黑了,五点半 飞的满天都是啊 而且不是在试飞啊 这已经可以确定他们的王啊 估计是出去,郊尾没回来了,你们看 到处跑 大家看啊,他们跑到这一箱这个位置来聚集啊 那么就说明这个王估计是出去,郊尾没有回来了,已经死亡了啊 把这个位置来聚集 然后不停的在这里找王啊 那我们可以把它合并了吧 郊尾不成功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来合并了啊 你看,全部在这里乱飞 那么我们可以顺势就把它合并算了 给大家看一下 全部跑到那里,角落那里去了啊 现在是差不多六点了,然后飞的乱七八糟的,这种基本上可以确定它较不成功的了 一般如果到了天黑还有半个钟头就要天黑了,然后那个攻凶很骚乱 然后它们跑出外面然后有点像是非的那种感觉 这种一般就可以确定它是死亡了 它死亡了之后它一般它都是在快天黑之前 比如它有半个钟头 或者是四五十分钟就要天黑了啊 然后那些攻凶它就会非常骚乱,它就会跑到外面到处乱飞 这种就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死亡了 因为它是出来找王 它基本上都是在天快黑的时候 比如五点半 你六点钟天黑是吧 它五点半它就出来了 或者是五点它就出来了,然后在外面不停的到处乱飞 稍微有那么一点像是非,但是你如果看仔细了 它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一样 它会飞到隔壁的风箱去 然后到处乱趴 这种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它是死亡了 如果你是大白天的,比如中午啊 或者是早上啊,你很难看得出它是死亡的 最容易看的就是在下午天黑前一个小时 或者是半个小时 你如果站在那个风箱前面,你看到那个攻凶非常骚乱 这种基本上它就是确定它是死亡的了 出来找王 因为天快黑了,王还没回去,所以他们出来找一下 我那一箱是一个处女王 然后估计脚尾没成功 应该有两箱脚尾没成功 剩下的一箱应该是成功的,我明天再看一下另外一箱有没有脚尾成功 因为那一箱非常的安静 出台到现在今天正好第七天嘛,然后这一箱下午非常的骚乱 然后我看了一下啊 果然是啊 处女王没回来,没回来那我就趁它骚乱的时候顺便把它合并了 然后合并好了之后,我大概 看了一下,没有围王啊 我们明天再看一下吧 我估计是不会为王的了 因为我刚刚看见蜂王在皮上活泼乱跳 然后公风也没有打架 那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稳的啦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